要买人一公斤 要一公斤 不知道 要一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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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來到西橋社區 實際他們所成立的一個回收站 我們來看看一般家庭的垃圾 透過分類以後來到資源回收站 到底接下來會怎麼處理 你知道我們以為 我們每天有在做的垃圾分類 很多時候 它是沒有辦法被再利用的嗎 今天姑且不論政府政策上的瓶頸 我們來聽聽看 在末端每天默默為大家付出的志工 他們想說什麼 很多人 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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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都不理會 吃的,廚房還是便室 都不理會 那些人都不理會 這些要一公斤 你不理會 人家就不理會 用不理會 我們要做這個溫斤 我們買唸人 這個 買唸人一公斤 沒有錢 原來不理會 五角 一公斤五角 对 这就比较好 这一公斤也有四个 这材质都比较好 这一半的材质 像这 这都男材都比较好 每天有大批的志工在分类垃圾 比如复合的材料 如果没有办法被细分 或是受到污染的话 它会影响 接下来被缺化回收的 几率 这样人家要把我们买 那一公斤五角 我们原头 原头自己要断的时间 帮助穿起来 人家就不会那么吹起 这样不要沸沸 自己的垃圾 还算单纯 你能够处理就把它分给清澈 这个观念要建立 回收是一回事 你自己怎么丢 是一个重点 你没看到 不知道其实 你材料还是要拆开 人家比较好 柄都在那边 玻璃瓶还分颜色 玻璃瓶还分颜色 可以制造 盛灾的时候 人家送个毛毛毯那些 鲜维 就是宝特瓶做的 简单化的时候 垃圾会变少 你需求更多 垃圾就会更多 其实纯粹就只有这样 对 真的真的 有没有什么话 觉得想要再跟制造垃圾的人讲一下 也没有啦 反正就是大家互相啦 少制造垃圾这样就好 对 东西能用 看用的楼 对啊 不要这样 买一行等一行 外面又好又太多了 其实 垃圾就是自己制造出来的嘛 不管最后 就是跟蚊子一样 它不会 不会有地域性 你的垃圾最后也是变成我的垃圾 所以 我们真的要从源头做起 就是说 我们自己的生活 以及购买的东西 尽量不要制造太多垃圾出来 生活的方式简单的时候 抛弃的行为就可以相对的 有自我的一个约束 在垃圾分类的部分 像现在很多的材料 都是合成的 或者是很多的东西 它其实在作为成品的时候 它其实是透过很多不同的材料组合在一起的 所以当我们要抛弃它的时候 尽可能的把它分类 你分的越细之后 它真正被回收的几率就越高 爱地球真的是从你我做起 给孩子这个观念 但是我们自己要身体力行 谢谢大家哦 拜拜 辛苦你们了哈 谢谢今天谢谢 你的话我可以分享出去吗 你的话我可以分享出去吗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